最快飞离地球的航天器是哪个呢 是在2006年起飞的新视野号 它为什么要飞那么快呢 因为它想要快点到达它的目的地冥王星 当年阿波罗飞船从地球飞到月球呢 用了整整三天时间 而同样的路程呢 新视野号只用了短短9个小时 这速度没话说吧 绝对是高铁对绿皮车一般的碾压吧 不过即使是这么快的速度呢 新视野号也要花上9年半的时间 才能够到达冥王星 并且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轻重量 还不是为了快一点吗 钢琴大典的它呢 所携带的燃料 只够对航向进行小幅度的校正 所以在接近冥王星之后呢 它是没有办法踩脚刹车停下来细平的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在它快速略过冥王星时按下连拍键 为我们传回数千张的冥王星特写照片 然后这趟旅程就算是迟了 不是吧 花了9年半的时间 只是为了看上这么一眼 这能算值吗 的确啊 这是有些遗憾 但你要是知道新视野号 背后一波三折的故事的话 你就会觉得能够看上这么一眼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英文里面冥王星叫做Pluto 是罗马神话当中的名神 传说中它可以隐身 使自己难以被发现 在现实当中呢 冥王星也是这样一个存在 直到1930年 克莱德汤伯才靠着超越常人的星星 发现了这颗距离太阳极其遥远 光芒也是极其暗淡的行星 这距离人类上一次确定 太阳系中最遥远的行星 海王星 已经差不多过去了100年 虽然冥王星自私取代了海王星 但因畏惧太阳系的边缘 人们对它的好奇仿佛也停滞了 它就像九大行星当中的孤儿 在寒冷空旷漆黑的太阳系边缘 孤独的运行着 就连当年的旅行者二号 跟冥王星擦肩而过 都懒得回头看它一眼 更惨的还在后面 就在新视野号前脚 刚刚起飞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后脚 就把冥王星提出了大行星的行列 降继成了一颗爱行星 这绝对让项目组成员捏了一把冷汗 要是发射时间在晚点的话 LASA就更没有理由费这个劲 跑去给它拍什么特写了 其实LASA一早对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 打动它们拿出7亿美元 投到新视野号团队的 更多是为了去探测太阳系边缘的 神秘科伊薄弹 冥王星真的就只是路过而已 不过当2015年7月14号 第一张高清冥王星的照片 呈现在世人面前之后 之前所有的质疑和反对声全部消失了 因为眼前的这个冥王星 不再只是曾经模糊的相数点 而是变成了一个仿佛可以触摸的真实的世界 它大大超越了人们此前最为疯狂的期待 并且直接推翻了一些早期的判断 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对行星形成机制的原有理论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冥王星应该是一个冰冷死寂的星球 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 却是在很多方面都跟我们的地球非常类似的地方 有着崎岖的地形高耸的山脉巨大的峡谷 流动着的淡冰川 甚至还有一座跟地球上第二大山脉 洛基山脉规模差不多的水冰山 坐落在这个比我们的卫星月球还要小的星球上 这些发现使科学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冥王星在经过了4亿5000万年之后 在地质学上依然活跃 它是活着的 这直接推翻了天体物理学理论中所预测的许多小星星 会在他们生命的早期迅速降温并匆匆死亡 只留下一个冰冷的躯壳 可见我们原本对于行星类合的工作原理的认识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得要重新思考他们了 不过惊喜真的是源源不断 就在人们还在惊叹于活着的冥王星时 一张更加神秘的照片下载完成了 对了我好像之前并没有提到过 在与距离40多亿公里的地方通讯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不仅信号需要跑上4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地球 数据的下载速度更是只有1k每秒 需要我提醒一下我们的手机4G平均下载速度 是20招每秒吗 比它快了2万多倍 这张照片展现出的是一个巨大的冰火山 显然它还是活着的 而活火山则意味着热源的存在 但热源来自哪呢 科学家于是相信在冥王星的外壳下面 隐藏着温暖的海洋 足够震撼了吧 但惊喜还没有结束 就在大家认为已经够了的时候 正在离开冥王星的新视野号 转身给它来了一次回眸一撇 结果就是一张蔚蓝天空的照片 就算是所有人都已经被之前的发现 搞得惊喜疲劳了 但这样的景象还是再一次激发出了尖叫声 这表明冥王星是有大气的 但这种蓝色的氮气大气层 本来应该在数十亿年前 就已经消散到了太空当中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可能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它的大气 正在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但是谁在补充它呢 有可能是火山活动从地表深处 所喷发出来的新鲜的氮气吗 太不可思议了 你看一次看似不受重视的太空探索 居然牵出这么多的线索 回过头来看你说值不值呢 在冥王星上发现了活跃的地质现象 已经超出了人们对冰冻的死亡世界的 全部期待 谁能够想到这里是一个 有着几公里高的纯冰山 有活跃的氮气和甲丸冰河 戏剧而有美丽的地方呢 所以真的是太值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